完咸四度乐团以首张同名演奏专辑 在金曲奖满贯入围了演奏类的四项大奖 包括最佳专辑、最佳录音、最佳专辑制作人 以及最佳作曲人 完咸四度的创作融合了摇滚、节奏蓝调 还有民族音乐等等风格 第一次出专辑就入围包办作曲编曲的团长黄伟俊说 非常感谢金曲奖的评审 他也坦白说听到好消息的那两天 他高兴地睡不着觉 每个弦乐声部此起彼落交错迭合 贯穿了不同的节奏 呈现出欢乐的气氛 这是完咸四度乐团首张爵士演奏专辑的续曲 Let's Play 其实是因为我用到的这些节奏都是 其实都是舞曲 都可以扮舞的一种音乐 那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有一个画面 就是像街头的时候 大家会尬舞 接舞 然后大家会下来有一个轮流一个solo 可是大家又可以 一起跳的时候可以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很愉悦的气氛这样子 像舞蹈是大家可以一起跳的 那音乐其实也是 2014年发行首张专辑 尝试挑战开拓爵士弦乐的可能性 完咸四度的团名就是来自爵士和声学的完全四度的谐音 学学手来讲四度音程就是对我们来讲有一些特别的情感 就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这样子 它有一些可以跳脱出原本你习惯的那种舒适圈的那种感觉 那也可以说是对我来讲是有点想象力的延伸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取了这个谐音就是完全四度 可是我们都是玩弦乐的音乐家这样 然后组成了这样一个四个人的乐团 好 大学时就确定要以爵士乐为方向 经过十多年的摸索 团长黄伟俊说 这张专辑就是梦想的实现 想要用弦乐做出 感觉上好像不是弦乐要来演奏的音乐这样子感觉 大部分时候其实都是在听非弦乐的东西 那我会去注意 比如说爵士乐来讲 Double Bass Bass在做什么 那爵士鼓在做什么 那他们的节奏是什么 在爵士乐里面 爵士乐手常要去思考 面对这样子一个问题 试试看说如果真的完全都是弦乐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怎么样 吸纳了不同乐种的节奏与会 玩弦四度巧妙地融合不同的曲风 开创了爵士弦乐的全新风貌 获得金曲评审的全满贯入为肯定 可说是演奏类的最大赢家 当然是很高兴 然后第一天 前两天晚上就睡不太早了 跨越不同的曲风 玩弦四度乐团要用创作 吸引更多人关注爵士弦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